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磁通随时间改变 而这个线缺也在移动 这个时候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前面不是讲了这个 比如说法拉第定律跟动身电动式 什么时候用法拉第定律啊 就是没有导线在运动 只有磁场在改变 就是磁通改变 用法拉第定律 如果磁场保持定值 就是磁通保持定值 导线在运动 这个时候我们用动身电动式 问题是如果磁场也在变 又有导体在运动 这个时候电动式要怎么求 我们现在看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画出一个封闭路径 比如说这个封闭路径 我们画在这里 好 本来在这里 后来呢 本来在这里的时候啊 从这个面上面 有磁通通过 就是有磁场分布在这个面 里面 然后这是time t 然后 t 加 dt 的时候就是经过 t 秒钟啊 好 这个系统呢 就这边跑到这里来 好 那我们 我这画的就是可能会跟他不一样了 好 就跑到这一条 我们干脆把这个 这个画成虚性好了 好 原先这一条 好 那后来呢 它就是变成这一条 好 变成这一条 好 变成这一条 那就从这里 爬到这里来 好 这个呢 这个呢 我画的太过分了 这样子好 这样子好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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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接到这里 这个接到这里 好 那这个 从这里过来 好 那 好 那 这一条路 好 那 这个路 这个路径 我们称它叫做 CA 好 然后就变成 CB CB 就是这个 啊 路径 这个画得好像不太像 我这样子画好了 这样子 它从这里爬到这里来 这个爬到这里来 叫CA 那么 这个CA也包含一个面积 这个是CB CB围住一个面积 这个也围住一个面积 那么 从这里到这里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画一个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长度是 速度 乘DT秒 速度乘DT秒 OK 现在 我们就看这个 磁通变化 右图 秒内 蜂蜜入境 现在有两个封闭路径 这个当然 这个就跟这个有关了 这两个 我画的不一样大 你们回去想办法 画一样大 它的 它的 磁通的变化率 二 封闭路径 磁通 的变化率 喂 Dflux over DT 它是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 B线圈 B线圈里面的 磁场 在T加 DT秒的时候的磁场 DOT D AB 就是B DOT DA的积分 就对了 这个G G 这个S B 面积 那这个 这个里头 就是SB 这个虚线 这个里头 是SA 减调 B 在 A A 封闭路径 里头 T秒的时候 它的 磁通 因为这个是T秒 它DT秒移到这边来嘛 所以T秒钟的时候 磁场是这个 DOT 这个 DA 积分 G SA 这个就是 原先这个 经过这个线圈的磁通 这个是后来的磁通 总共经过的时间 是DT秒 于是 我们就 另应这个叫做 Equation A 电动室这边 电动室这边 这个有没有写法 B变成无限大嘛 B变成无限大的话 你这个提出来 这个提出来约调嘛 写反了是吧 写反了是吧 无穷大的话 零 OK RA 这个RA 奇怪我这个上面也写反吗 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写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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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右边写反 哪个右边 这个 现在对了 奇怪我怎么老是写错东西啊 我这里有没有原稿 有没有写错 还是我超错 我上面写反了 我上面写反了 我这里好像写反了 等等啊 我这里写反了 这里写反了 EL 这个RB这个RA才对 刚好 刚好 E这个乘上 DL 符号 所以RB应该在 RB RA RBRA 这个变成正的 RB over RA 我看这里有没有写错 负负得正 对不对 这个EL乘上这个 是负的嘛 负的嘛 负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负号 弄进去 它就变成 我前面写错了 对不起 我这里抄错了 这里抄错了 这个还是对的 好 前面 前面有个负号 这里不应该有负号 这E dot DL 我前面的答案是这样子 我看看在这里 负Defi over DT 负Defi over DT Defi over DT 那现在我们这个是用正的 就是说 我们电厂 按照电厂来做 这个不是法拉第定律 不是法拉第定律 我们是按照电厂的方向 OK 电厂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取 以这个为准的话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应该没有错 就是这样子 我先把它抄错了 这个不是法拉第定律 没有这个负Defi over DT 好 这个是 这个线圈的磁通 T秒钟的磁通 这个是 它跑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T加DT秒 同样大的线圈 它的磁通 两个磁通的变化 被时间来除 就是磁通的变化率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 当这个线圈 移动的时候 从 从CA移到 CB的时候 它就构成一个体积 这个上底 下底 当中 旁边还有一个 这边 还有一个 曲面 那就构成一个体积 从这个体积里面 钻出来的磁通 是多少 它在T与DT秒的时候 在 T与 T加DT 之间 从C扫过体积 从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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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体积 表面 表面 它的四周的表面 穿出 总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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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封闭面 封闭面 总词通 这个是零 那现在我们把它分成 下底是钻进去的 上底是钻出来的 那还有旁边 旁边可能有的钻进去 有的钻出来 那么 我们说 这个是等于 T 加DT秒 DOT D A 好 这上底 上底 然后减掉 下底 也是T 加DT秒 它现在变了 T加DT秒 这个是下底的词通 还有旁边的词通 旁边这个面的词通 这个面的词通 我们可以在这里取一个 这个叫做DL 这是DL 这个长度是DL OK 长度是DL 好 于是它就构成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面积数 这个是 我们画的 这个表面积数 这个表面积数 它是等于 这个cross 这个 出来 我们以出来为正 出来为正 这两个的面积就是DL cross 这个 U 我们把DT写在外面 方向是朝外 好 这个是 这一点点的面积 我们把这个 积整个的周围 积整个周围 积整个周围 那么 我们可以把它 我们把DT写到这里来 里头呢 就是 B T加 DT DOT DL Cross U 这就是那个面积 激素 DT乘这个 是面积激素 这个DOT的面积激素 G这个曲面 就是那个Flux 这是Total Flux Total Flux 那么 Total Flux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Divergent 因为这是线积分 线积分 我们可以写成体积分 用这个Divergent Theorem 把它变成体积分 体积分 那这个B当然 我们就写 是T加DT秒 又是写错了 D加DT 这个是D套 好 这个 等于什么呢 0 因为Total Flux 就是0 Total Flux 就是0 我们把这个当做是B式 B式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 这个表面 SA表面的 这个磁通变化 这个表面 这个表面 的磁通变化 它可以等于 表面 好 这个表面的磁通 在T加 DT秒的时候 它的这个 磁通激素 那我们在积分就是 积分 这个面积 就是这个磁通了 这是它的一个 基数 它可以等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 用这个方式来表达 它可以等于 在这个 A线圈里面 T秒的磁场 Dot DAA 这是原来的磁通 原来的磁通 它后来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 那么我们说 它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你知道它 磁场的 假如你知道它 磁通的时间变化率的话 你就可以 求出 求出 这个值来 我们说它现在的 磁通变化率 假定 你知道 磁通的变化率 假定 磁通的变化率是 BA DAA Partial这个 这是原来的磁通变化率 磁通嘛 Partial DT 你知道这个 我知道它的变化率 那现在它经过 DT秒 经过DT秒 它本来是这个 我们知道它的时间变化率 DT秒 它增加这么多 那现在总共经过DT秒 它增加了多少 加进去就是这一项 这个我们当做 Equation C 现在我们应用这个 向量很等式 很等式 A向量 DOT B向量 C向量 C向量 它可以等于 B向量 DOT C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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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又可以等于 C向量 DOT A A C向量 C向量 我们令这个 这个是一个向量很等式 我们现在令这个 A 令A向量 它是等于 B C场的 T加 T加 DT B向量 它是等于 DL 这个位移 然后C向量 是等于 速度向量 速度向量 C向量 我们就可以有 以下的结果 C向量 我们 看我们写到这里 就写到这里 好 我们可以把 DT提到前面来 然后呢 然后呢 积分 B T DT DT DL Cross U 这个是A 这个是向量B 这个是向量C 我们令它 因为它等于这个 等于这一项 好 等于这一项呢 我们DT都提出来 DT都提出来 好 它是等于 B B B向量是DL 我们可以把它 因为它是按照DL积分 DL是一个 封闭路径的一个 激素 一个长度激素 好 那我们就 G SA 这个地方呢 好 DL 这个 B. 这个 跟这个括弧 DOTB是一样的 因为DOT可以改变方向 所以我们就先写 这个后面的 先写后面的 它就变成 U Cross B 然后T 加 DT DOT DL 我们原先应该把DL写在前面的 按照这个样子的话 现在我们把DL写在后面 好 这个是一个 一个向量的 封闭路径积分 我们现在用Stock's Theorem 把它变成面积分 所以呢 它就变成 Stock's Theorem Curl 这个U Cross B 我们写简单一点 U Cross B D D A 这个 圆着SA 就是 穿过SA的面 好 这个 要 这个等于零 不是不是 我写错了 我写错 我写错行了 我写错行了 DT Cross U B 写错行了 这个是 D D D是 我们现在把C跟D 带入B式 带入这个式子 将C D是 带入B式 带入B式 好 现在我们 就把这个是 这个东西 B跟C C跟D C跟D 这一项是什么东西呢 这一项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把这一项 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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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变 第二项变 怎样 这是不是零 是不是零 什么 这个 这个 你看你 你这个路径在这里 后来变到这里来 所以有的flux是 钻进去 有的flux从 钻出来 所以有出来 有出去 反正它的total flux 就是这个东西 它里头本来就有 钻出来 钻出去的 OK 我们是把 那个 上面那个面 然后 就剪了 对 上面这个面 底下一定是 全部钻进去的 这个一定 全部钻出来的 这个就不一定 就你看情况 对不对 反正它的total flux 是零就对了 OK total flux 就是零 一个线圈在移动 OK 一个线圈本来这样子 后来移到这里来 它是有一个 它有平移 然后又有高度的 没有 它就是 它不一定是垂直移动 也不一定水平移动 它斜的移动 OK 斜的移动 这边斜的这样 这样斜的过来 如果flux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出来 这个就是进去 OK 这是dt秒的时候 dt秒的时候 这是t加dt秒的时候 这个是t加dt秒的时候 就是这一瞬间 它的flux 你不能把那一瞬间的flux 跟这一瞬间的flux 加在一起 你要求flux 要同一个时刻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把它带入b式 我写出来 写出来你们自己看 要不然花太多时间了 带入b式 b式就是total flux 等于零 那你现在把这个 c的这一项 这一项 变成了两项 这一项变成两项 变成这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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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这个 用这个带 我们就 变成这个式 这个式 等于零 整个等于零 我们现在把这个结果 把这个结果 带入 a式 带入a式 带入a式的话呢 那就是d5 over dt 我也没有插掉 好像插掉了 d5 over dt 它不是分母 有两个 两项相解吗 就是这个 减到这个吗 原来分子是这个 现在我们就 只写成 就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 我们 开始写的 第一个式子 现在就变成 这个东西了 有两项 DF over DT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用法拉第定律 EMF等于负的 DF over DT 那它就等于 你把这个成一个负号 它就变成 我们就变成Curl U cross B 减掉 Parsure B Parsure T DOT DA 那么EMF呢 它又等于什么 又等于这个 E DL 它援助这个封闭路径 做的一个 线积分 那它又等于这个 它又等于这个 那这两个不就 相等吗 对不对 从这 从这 这两个相等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把它变成 用Stokes Theorem 我们把它变成 Curl E DOT DA 这是原作C 那这个就是C所包围的面积 这个也是 S 一个面积 这个等于这个 它又等于这个 那么这个 式子就等于它 于是我们就有 好 这两个 都是对同一个 面积所做的面积分 因此积分号里头的 这两个量 要相等 所以我们就有 Curl E 它等于负的 Parsure B over Parsure T 再加上 Curl of U Cursure B 就是说 你如果这个 线圈不动 U等于0 这一项没有了 只有Flux 只有磁场 再改变 所以Curl E 就等于这个 这是以前我们讲的 法拉第定律 对不对 如果你的磁场 保持不变 是线圈在动 那B是个定值的话 那Parsure T 就是0了 Parsure B Parsure T 就是0了 只有这一项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的 Curl V over B 这个 就是动声电动式 里头的 一个产生的 Equivalent Electric Field 等效电场 就是非静电场 那这个是 我们看到 如果线圈 一个线圈所在的位置 磁场也改变 又有运动的话 它的Curl E 是等于这个值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好 我们看一个立体 如果有一个线圈 是这样子 好 好 我用一个 没关系 这个是 向量A 向量A 我们换一个好了 因为A现在代表 Vector Potential 面积 是S 好 它这一边的宽呢 是W 好 这个地方的宽 高度 是H 好 有一个长方形的线圈 那这个S 就是这个线圈 围成的这个面 它的面积向量 那么这个线圈所在的位置 有磁场 如果这个磁场是一个均匀的磁场 它是朝这一边 磁场 磁场朝这一边 OK 如果这个磁场的方向啊 我们假定它这个磁场是不动 这个方向假定是Z轴 就说这个线圈呢 就像这个方形线圈 本来在这里 它的面积向量朝这一边 磁场也是朝这里 然后磁场就不动了 磁场不改变 就是这个方向 而这个线圈 斜一点 它的面积向量就跑到这里来 好 面积向量跑到这里来 OK 好 它们 它们之间的角度 这个角度 我们假定是θ角 假一个θ角 如果 磁场是常数 我看这个b场不是常数 如果b等于 方向是固定的 但是它的大小呢 是随时间改变 是b03ωt 那这个线圈不动 线圈不转动 线圈 没有移动 也没有转动 我们现在求线圈上面的emf 求 线圈上面的emf 好 现在怎么做 我们可以用刚刚导出来这个式子 因为啊 我们说 因为emf 它可以等于 可以等于这个 dl 它又 所以它可以写成 curl1 dot d a 这个 这个就是圆着这个 路径的周围 做线积分 这个就是 这个路径所围成这个面 钻过这个面的 磁通 emf 可以等于这个 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 delta e 是什么东西 不是delta e curl1 curl1 我们刚刚写了 它是等于负的 partia b over partia t 再加上 对不对 这个词 这个词 那现在因为 线圈不动 线圈不动 那就是u 等于0啊 u等于0的话呢 那这个就等于 我们干脆再写一个好了 因为线圈不动 u等于0 所以u等于0 好 于是二词 我们就变成 curl1 它就只等于 partia b over partia t partia b over partia t 好 那现在我们就说 emf 这个代入 第一是 代入第一是 我们就得 emf 要等于 等于 等于这个 不要写前面那个 要写这个就好了 curl1 dot da 那把这个 带进来 它就等于 负的 partia b over partia t dot da 其实这个东西啊 你直接用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因为 讲了 这样的一个式子 你就想办法用它嘛 用一用 ok 想办法用它一下 好 那这个 你就把 因为 b是个常数 b 方向是相同 方向相同 我们现在取da da就是跟原来这个面积一样 所以它跟它之间的夹角呢 有一个θ角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负的 partia b over partia t 然后乘上一个 dot就是cosine θ 乘上 da 乘da 那 整个空间来说 这是对空间积分 整个空间来说 b场的空间 对空间的坐标来说 它是个常数 它是对时间 它是时间的函数 但是它是空间的 跟空间没关系 所以呢 对空间来说 这个是常数 这个也是常数 那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两项都提出来 partia b partia t cosine θ 然后乘上da da 那我们就把b场带进去 partia b b 0 我是写什么 sin sin sine ωμ t sine ωμ t p partia t 乘 cosine θ 然后da的积分呢 就是s s 那这个s是等于 这个s 它是等于 w乘h 是面积 是面积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整个 就写成 就写成 负的 b0 积分 微分有个ωμ s 然后cosin θ还在 sinθ ωμ θ 就变成cosin ωμ t 它的emf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 我们再看 同样是这个线圈 不过呢 现在通过它的磁场 不改变 只有它的 只有这个线圈在转动 B场 这个方向我们 水平的z轴 方向 这个是 在转动 就说它现在 有一个 ωμ 的方向 是朝这一边 这边还是w 这边的长度 仍然是h 现在是b场 等于constant 方向跟大小都不改变 线圈 在转动 现在要求emf 好 那现在 我们还是用这个 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我们说curl1 我们现在在学这个式子 所以呢 我们就用这个式子 负的 parsure b over parsure t 再加上curl u curl curl u cross b u cross b 好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条件写进去 b场 等于 constant 那所以这个是0 对不对 constant这个就是0 好 u呢 u 我们看这个 u 其实 这个 这个u就是二分之w乘omega 但是这里就不是哦 这个地方的u 要看你的半径 我这先 所以这个 我不写这样子 所以 e就等于 这个等于这个式子 两个都是curl 所以我们就有 e 要等于 u cross b 其实这就是动声电动式啊 那我们就可以把电动式呢 写成这样子 所以现在的电动式 它是等于 电场的封闭路径积分 电场是u cross b 我们就写成 u cross b dot dl dot dl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u cross b 是什么方向 我们画在图上面好了 这个地方的u cross b 他的u是这个方向啊 u是跟半径垂直啊 跟这个方向相反 而b场呢 还是跟这个一样啊 跟这个 这个画的不平行 这b场 跟这个一样啊 所以 u cross b 像我们现在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 好 那么 u u是跟这个 这个面垂直啊 b场呢 b场呢 是这个方向 所以 u cross b u cross b 用这个角 要小180度的 u cross b 朝上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 就是e啊 其实它是en的 我们不要写en 就写e好了 e 好 1 好 1是等于 1的大小 我们可以在这里写 1 不是 这个1要看情况 好 我们画在这里 1是这个方向 这边的1呢 朝下 大小是这个 好 这个是1 因为 它的u是这个方向 u跟这个 同方向 b场呢 b场是这个方向 这两个平行 老实话 好 b场 ok 这个是s 这个是u 所以 u cross b 在这边 u cross b 垂直向下 一场是这个 好 这个地方的1啊 我现在是令它是左端跟右端的1 左侧 左边跟右边的1 好 是电场 1是等于 u乘上b 啊 乘上 它是 cross了 所以sine omega t 左右是这样子 大小 方向就是那个 好 上下呢 上下是这样子 这边 这个地方 跟这里是一样的 进来这个 电场就变小了 为什么电场变小啊 因为u变小啊 对不对 u是r omega嘛 r变小了 这就变小啊 好 这个 好 然后这一边朝这里 这个 好 这个朝这里 好 所以我们知道 左右两侧的电场 它跟dl 我们取dl 是这样取 这个是 dl 这个方向 是dl 这个方向 是这边的dl 这个是这边的dl 这两侧的dl 这两侧的e e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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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我们就直接写这个好了 写这个好了 这个就等于 e e dot dl 左侧 左侧 跟右侧 上下都是0 这两侧的 这两个同方向嘛 所以加起来就是两倍的e 乘上h 而e等于什么呢 e是等于这个 所以它是两倍的e 和两倍的ub h 乘上sine omega t 但是这个地方的u 是指两侧的u 它是等于二分之w 半径 乘上omega 所以我们就知道emf 这个是等于u 乘上二分之w omega 乘上b h sine omega t 现在w乘h是s 二跟二约掉了 所以它就是s b omega sine omega t ok 那么这个我们注明一下s是等于w乘h 如果这个线圈不是一扎 若 有n 有n 扎 则 emf 等于ns b omega sine omega t 这就是它的emf 这个我们学会要学着用这样的一个诗字 至于说 你这个线圈也在动 磁场也在变化 我有例子 哇那个好长 实在我们没有时间 我们快到学期结束了 没有时间再花那个东西 再来做那个 那我们就先不做 以后如果 还有剩下时间 我们再来做这个立体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立体 我们现在要举例来看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 这是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用这个 应用这个诗字看看 这个诗字是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圆形的区域 比如说是在黑白面上面 有一个圆形的区域 它的半径是R 把这个半径写到这里来 R 这个区域 有磁场 垂直的钻径 黑白面 假定他磁场是这样子 好 这个磁场 对空间来说 磁场是 不变 对空间来说 磁场是均匀的 就是说磁场的大小跟方向都不改变 但是对时间来说呢 B场随时间改变 B场随时间改变 我们说 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知道 Parsha B over Parsha T 如果是 负零点一个 Tesla per second 若 这个 我们现在要求 我们现在要看这个 法拉第定律里头的这个 它有许多的物理 现象 我们要求空间 任意一点的电场 你现在怎么求 电场怎么求 以前教过你们 你遇到求电场 你要想到什么 你学过什么方法 对不对 你学过什么方法 算算看 点电荷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用高四定律求电场 由电位求电场 但是这些电场 都不适用在这里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电场 都跟电荷的堆积有关系 那个叫静电场 现在有没有电荷的堆积 有没有告诉你 空间有什么电荷的堆积 Charge density是多少 没有讲 没有 根本就没有 所以 它不是静电场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把以前学的东西 现在再分类 分成静电场 跟非静电场 这个是属于非静电场 非静电场 有哪些方法呀 法拉第定律 可以求 对不对 动声电动式 里面也有 U cross B 是非静电场 好 现在 有没有U 这个量啊 有没有导体在动啊 没有啊 没有导体在动 是什么东西在变化 磁场变化 所以用什么 什么方法做 法拉第定律嘛 所以你要用一个方法的时候 你要想到这么多啊 不要用猜的 OK 不要用猜的 以后你们要学会 表达得很清楚 你将来出来 你动不动就要写报告 给你的上司看 你报告就要很清楚 你一看就一目了然 你不要写的这个 不清不楚 要跟老板说 你什么时候看告诉我 我站在你的旁边 跟你解释 没有这回事 所以 你分析好了 把你所用的方法写出来 现在用什么方法 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我们有这个 这是它的原始的形态 原始的形态 这里只告诉你电动式 没有告诉你电厂 现在要求电厂 我们要用什么 用法拉第律的积分式 所以你就把积分式写出来 所以你就把积分式写出来 你要考虑 你要考虑这么多 我们现在说了那么久 但是等你用手了以后 你想那么多 这是一刹那的事情 脑筋你一闪就过去了 我们脑筋其实不会比电脑慢 你一闪就 这些过程都能过去了 电脑不会响 我跟你讲 电脑就按你的指令才做 那我们的脑筋会响 用这个式子 你现在怎么做 你怎么用 我告诉你要用这个式子解电厂 你现在怎么解 你把式子 把公式通通背通了 也没有用 你要不晓得它的意义 这个式子对你毫无用处 现在怎么做 这个式子像不像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要怎么做 它是B.DL 你要取一个什么东西 封闭路径 对不对 这个也要取封闭路径 封闭路径 随便你怎么取 这个式子都对 但是你要取一个封闭路径 对你计算B 非常有用的才行 好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取呢 这样子取 我就在这个地方 做封闭路径 做一个封闭路径 半径为R的 同心圆 你怎么做 你要讲出来 这个R可以比大R大 也可以比大R小 比大R小就是在这个磁场的范围里面 比R大就是在磁场的外面 范围外面 为什么这么取啊 你取高斯 取这个圆形路径以后 你要分分析 为什么要这么取 因为在路径上面 你每一点 路径上的每一个位置 叫你看周围 你所描述的磁场的 一模一样 因此这些磁场 在这一点跟这一点这一点 产生的磁场 的电场啊 你没有理由说 哪一点的电场比较大 哪一点的电场比较小 所以它们都一样大 因此这个电场等于什么呢 电场的大小 是等于constant 这是指路径上的 电场是constant 向量呢 方向呢 方向啊 自然包括在这个里头 因为这个是什么式子 什么定律啊 法拉第定律 你最后结果是positive 或者是negative 你就知道方向了 不过我们现在 还没有求出来嘛 结果还没出来嘛 我不能用这个来决定电场 我就先用什么呢 先用lens law 把电场先画出来 lens law 它是说 当你的磁场望里头 这个是减少的时候 磁通变少的时候 这个系统就反对你 你在这个方向变少 对不对 它就这个方向变多 你要在这个方向 要增加它的磁通 你的电场是什么方向 EMF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positive sense 所以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用lens law 先把它画出来 这个方向 它变少嘛 你往这个方向去 所以E是这个方向 我们姑且是用这个画 画方向 画方向 好 那么 它就是跟 dl平行 它的方向是跟 dl平行 dl平行 OK 好 电场是这个 好 我们取 dl平行 于电场 那么 E是 左端 就等于什么 e.dl 因为这两个 同方向 所以 dot以后 它就变成 1乘dl 而1 它是 constant 拿出来 gdl dl的积分 就是 2 πr 那就变成 1 乘2 πr OK 你要 分析 这个 你不能说 我取一个 这个 圆形的路径 然后 这个积分 就等于这个 这个说不通的 这说不通的 你为什么会是这个 你要 理由要说出来 好 然后我们看 右端 右端 好 右端 若 r 小于大 2 那么 1是 右端 它是等于 partial b over partial d dot d a 好 我们现在取 da的方向 跟b场平行 b场是朝里头的 好 我现在取da 因为它是均匀的 我就可以取 随便取一个da 方向也是这个方向 好 那么 所以 右端 就等于 这是负的 负的 partial b partial t 乘da 而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是 负0.1 它是一个常数 所以 它就等于 所以它就等于 负负得正 所以它就变成 0.1 我们不要 先不要用 数字 就提出来就对了 我们先不用 不用数字 好 这个积分就变成什么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这个积分就是 pi r pi 小r平方 不是不是 这小r平方 看你取在哪里 好 然后我们 右端 跟左端 横等 好 左端 等于 右端 那我们就得 1 乘2 pi r 要等于 负的 pi r平方 parsher b over parsher t 这个平方 应该写在 r上面 应该这样子写 所以电场的 大小跟方向 就可以从这里得到 pi跟pi 约掉 r约掉一个 二分之二 parsher b parsher t 我问你 电场什么方向 从这个就可以知道 法拉第是怎么定方向的 用positive negative定 对不对 现在parsher b over partial t 是正的 还是负的 负的 负负得 正 positive sense 什么方向啊 磁场 positive sense 是不是跟这个一样啊 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所以你要等这个球出来 你才知道它的方向 不过因为我们要画图啊 所以先用lens law 是这样子的 OK 有的书上是把这个当作一个公式 公式 公式 就是r比大r小的时候 电场是等于这个 r小于大r等于大r也可以 如果r大于大r呢 还是用那个原理 左端还是一样啊 左端仍然一样 就是说你现在 是在这个地方 画一个路径的 在这里画一个路径的 那么 这个是r 我们还是用lens law 决定它的电场是朝这边 电场朝这边 左端 一样哈 我们说同理 左端是一乘二 排二 但是 右端 等于负的 parsure b over partial t dot da 现在的积分呢 是这个 你看 parsure b over partial t 只存在什么地方啊 半径到半径r为止 半径到r为止 r大于大r有没有b场啊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这个flux啊 最大最大 就是 等于 parsure b over partial t 好 这个是pi 大r平方 在外面就没有flux了 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把 左端 横等于右端 我们就得 1 乘二 pi r 要等于负的 pi r square parsure b over partial t 好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电场是什么 等于什么值 pi跟pi约掉 所以它就是 负 二r 分子 大r平方 因为这个是负的 负负得正 所以它还是positive things 这个是r大于等于大r的时候 方向自然包括在这里头啊 那当然你写这个样的话 你要写一写 这个是什么方向 顺时针方向 顺时针 你这个也要写 顺时针 OK 顺时针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里头 电场的值 你看在小于大r的时候啊 电场是跟r成正比 跟路径的半径成正比 大于大r的时候呢 跟路径的半径成反比 而且它因为是一个closed path 所以它的电力线是封闭的 电力线是封闭的 这个跟静电场不一样 静电场的电力线有什么 什么线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 它从正电荷发出来 而止于负电荷 对不对 但是 非静电场 由电流产生的 电场 它的电力线是封闭的 封闭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 电力线的画出来 我们来画一个 这是我们的范围 半径为r的范围 那这个地方有磁场 是这样子的 它现在电力线 里面呢 是跟r的平 r的一次方成反比 所以它越远的地方 距离中心越远的地方 电场越小 所以我们把它的电力线 画出来是这样子的 这个方向 这个旁边一点 这是个同心圆 也是这个方向 再来呢 就比较 越来这个距离 越大 距离越大 我就画这几个就好了 距离越大 就表示它的电场越小 但是到了外面呢 外面呢 这个我画错了 这个是跟r成正比 我写错了 这人很容易糊涂 越老越糊涂 它是这样子的 画错了 这样子的 好 再来 比较小 间隔比较小 所以间隔越来越小 就表示 电场越来越强 在外面呢 是随着r的一次方 呈反比 所以外面也是封闭的 我就不画封闭 这其实是这个封闭的 越远的话呢 这个间隔越大 但是不管是在里头外头 跌离线都是封闭的 这个很重要 要记住